这几天中国的大外交又开始了 首先是4月6号沙特伊朗的外长在北京会晤 在合影的时候 中国外长秦刚站在中间 左边沙特右边伊朗 秦刚非常热情的拉起两人的手就放在一起 三个人把手叠在一块 三个人笑特别的开心 我想中东的老铁们做梦可能都想不到会有这样欢乐祥和的场面 会后中方做东 请沙特跟伊朗外长共进午餐 然后沙特跟伊朗的代表在一块散步聊天 老铁们什么是和平 这才是和平 这事放在半年前你敢想 中国的大外交你不服都不行 咱们主打的就是以德服人 这才是真正推进世界的和平 而这一推进世界和平的重大成果 把美国人给气得 学压直接二百罢了 气得跟小绿哈们一样了 那是玻璃心哭叉一下就碎了 人也颓废了 尿尿都粉叉了 就在这场会晤之后的两天 美国的中情局头子突然就访问沙特 并且对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表达强烈的不满 并且表示美国大受震撼 看见了吗 朋友们 谁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代表和平的力量 亲美派是不是一下都逼杠了 就在沙特伊朗外长北京会晤的同时 还有一场大外交 这才是今天的主题 赶快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 磊哥 4月5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应邀访问中国 开始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这三天内容很多 最后一天中法还发表了联合声明 但是这些事咱们得先一会再说 先关心一下咱们节目里经常提到的一位女士 一位lady 就是拥有贵族血统 贵族姓氏翁 那个冯德莱恩 咱们亲爱的冯姐 如果没了冯姐 咱们欧洲的话题那都是味如嚼辣呀 马克龙跟冯姐是同一天来的 但是马克龙人家搭乘着专机 而冯姐不在专机上 虽然是同一天来的 但是是分两批接待的 马克龙对我们是国事访问 而冯德莱恩只是访华 我们并没有邀请他 他自己跟来的 在接待上 马克龙是按照标准的国事访问级别接待的 马克龙还专门搭乘了咱们的红旗专车 而冯姐是自己坐民航来的 据说飞机上还有一些普通的乘客 另外还有一些法国的议员 冯姐下飞机之后 是坐机场的接拨大巴出来的 当然咱们的外交部也派了一位官员去迎接冯姐 但是接待的级别 基本上属于是忽略不计的程度 马克龙对我们访问是国家对国家 而且有很多实际的问题要探讨 包括经济合作 乌克兰危机都是要谈的 马克龙属于是急于要探探我们的口风 至于冯姐欧盟主席而已 他主要的职责还是伺候欧盟成员国的 而且他的成分大家都清楚啊 就差把家里那八本美国护照都贴脑子上了 给我的感觉啊 他就是特地被美国人派来盯着马克龙的 因为美国特别害怕 法国跟中国私下达成一些默契 所以马克龙跟冯姐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马克龙访华之前就已经表达了善意 前两天中法两国达成了液化天然气人民币结算交易 法国人作为国际标准的变色龙 很明显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如果美元体系垮了 法国马上可以全面跟中国启动人民币结算交易 避免贸易出现混乱的局面 至于冯姐嘛 我对她的评价就一句话 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这点大家都是心里有数的 欧盟早就被美国渗透成了筛子 欧盟国家里面一大堆美国的白手套 冯姐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 冯姐唯一一次露面是在4月6号中法欧三方会议上 这场会议的内容啊 外界并不知道 但是咱们可以很容易的从中方的新闻稿里了解到他们到底谈了什么事 当天晚上官媒就登出来了 从标题就知道那火药味多浓了 环球网的标题是习近平说 谁要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 那是痴心妄想 就这么标题一句话 那都明白了 内文啊 我贴在边上啊 社区里咱们也有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注意我标注的重点 关于台湾问题 习近平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 中国政府跟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谁要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 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什么强调这句话呢 很明显冯姐在会上肯定是干了一些脱裤子放屁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了 估计啊肯定还是老一套啊 谈论子虚乌有的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然后是台湾问题 然后再警告不要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之类的那种话 当着主席的面谈台湾问题 这是公然的彩虹线啊 这种有力度的发言 明显是对冯姐干涉中国内政强有力的汇集 这场三方会谈结束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见到冯姐这个人了 据说她那几天也在中国 但是就孤苦伶仃的在酒店里面待着 没人邀请 没人跟她交流 就在那坐着 好多关心国际大事的外国网友 在推特上都看出来了 说冯姐怎么不见了 冯德莱恩到底去哪了 后来有个美国小报发文章就说了 冯德莱恩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时间里 都是一个人待着 我的冯姐 你个孤苦伶仃的人啊 我估计欧洲国家听说冯德莱恩 即将成为下一任北约秘书长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 赶快把这老太太给我弄走 得了 咱关心一下冯姐之后 还得进入今天的正题呢 还什么都没说呢 今天前夕太多了 马克龙这次访华 从他的表现和一些细节上 就能看出他非常的感慨 为什么呢 在检阅三军仪仗队的时候 马克龙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解放军看 通常在外交场合 检阅三军就是一个外交环节 通常都是目视前方往前走就行了 很少出现像马克龙这种扭着头 一直盯着看的场面 那几乎就把感慨两个字写在脸上了 另外在联合记者会上 马克龙说 法国跟中国模式有差异 也可能存在分歧 但是不是说我们有分歧 就不能以坦诚相待的方式 去进行共同的探讨交换意见 我们完全可以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这样做 而非给彼此上课教对方做事 马克龙接着说 无论中国对法国还是法国对中国 当我们尊重对方 彼此不教做事的时候 往往会达成非常好的成果 他接着说 在这方面我们两国都有同样的脾气 同样深刻的认识 我们将充满尊敬信念友谊来进行沟通 马克龙这话简直就是把自己外交上受的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感慨都写脸上了 要知道法国人那是很骄傲的 但是平时在外交上吃的亏 那就别提了 尤其是面对大漂亮阿麦利卡的时候 马克龙的意思很明显 我们都不喜欢被人指手画脚 有分歧 但是不妨碍咱们相互尊重 我们都不喜欢给对方上课 当年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直接退出北约 就是因为看不惯美国那高高在上的样子 中国跟法国的关系很微妙 在外交上 对于法国的重视程度 咱们是高于德国的 上次德国总理来中国 接待的级别可没这么高 毕竟谁都知道 德国现在还属于半殖民地国家 并且内部政治已经被美国拿捏的死死的 而法国可不太一样 当年美国对中国各种封锁的时候 法国第一个直接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纵观欧盟的成员国 论真正有失利的 那就是法国了 别忘了 法国还是武昌之一 这次马克龙明确对中国领导人说 法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 主张欧洲战略自主 反对阵营对抗 主张团结合作大国关系保持稳定 之后4月7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州松原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非正式会晤 俩人都不打领带了 习近平在水岸迎接马克龙 两国元首亲切的握手 两人在庭院里面是散步聊天 马克龙饶有兴致的欣赏了 岭南园林的独特景致 之后他还特别认真地听了古琴演奏的高山流水 马克龙问这是什么曲子呀 习总给他讲这里面的含义 特地告诉马克龙 这叫高山流水欲知音 多么的有意境 之后马克龙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 还特地做了演讲 期间亲切的跟同学们握手合影 马克龙在中大的表现非常的谦逊 上了讲台马上主动双手合十 向大家问好 弯腰就弯了好几次 他怎么可能不明白呢 拜登是绝对不会这样对待马克龙跟法国的 之后他特地用中文 法语 英语在推特上发文 还特地说出了法中有一万岁 马克龙这次访问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又是会谈又是非正式会晤观景品茶纵论古今 还共进晚餐 老马同志这回是彻底舒服了 那绝对是在广州老百姓一声一声的靓仔中 迷失了自我呀 我想马克龙这次访华 他肯定能记一辈子 不得不说 论外交水平 中国说自己是第二 那没人能当第一了 确实是大国风范 而且做法不拘一格 相当有品位 看中国的外交 那你才能真正懂得什么叫外交的艺术 马克龙在中国被如此的重视 而在美国那边 拜登就跟聂小技子一样 背后又是抢法国人的潜艇订单 又是制裁欧盟钢铁产业 又是搞削减通胀法案 搞贸易保护主义 所以现在大家都看明白了 马克龙的感慨到底来自于哪了吧 除了这些 马克龙随行有一大批的人 各大企业的高层 艺术家 电影导演 企业家 还有议员 你就想想 一架飞机都没塞下 有好几个议员都坐不上专机 只能去跟冯杰挤民航了 在中法文艺交流活动上 马克龙还和中国演员黄博 亲切的交谈合影 在实际的经贸交流上 两国互签大单 中国这边下大订单 一口气订购了160架空客飞机 法国那边也不含糊 直接和中船集团一次性签约超过210亿的集装箱 货船订单 空客还表示要在天津新建第二条A320的总装线 2025年投入运营 中国自己的C919已经签了1200多台订单了 产能都拍到10年以后了 其他的需求基本上都被空客填满了 美国波音是彻底的靠边站了 最后一天重点来了 中法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份声明如果感兴趣 大家可以搜出来看看 总结起来一句话 法国给人感觉就是直接背叛美国了 声明里面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合作的领域 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环保农业教育 如果单看这份声明会给你一种法国人终于支愣起来的感觉 中国拉拢法国的做法是非常非常高明的 马克龙访华受到了中国的欢迎 这让法国终于想起来了 哦原来我自己也是五常之一啊 中国非常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节目的最后啊咱们再关心一下亲爱的冯洁 德国媒体报道称 欧盟主席乌拉苏尔·翁德莱恩 不得不从机场普通民用通道过境离开中国 德国媒体表示这是真正的外交羞辱 看看这才叫外交的艺术啊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别忘给雷哥点个赞 感谢您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